眼前这条公路如游龙一般穿行于峡谷之间,两岸青山,一弯碧水,组成了中国最美水上公路的画卷。 它便是位于湖北省宜昌市新山县的古招公路。 这条公路全程10.9公里,眼前这4.4公里建在河流之上。 为了修建这条公路,当地投资了4.4亿元,而当年作为省级贫困县的新山县,全年财政收入才7.7亿多元。 可当地人却依然选择了造价更为高昂的水上驾桥方案,而背后的原因却如此简单,就是为了避免开山毁灵,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。 如果选择修隧道榨山的修路方案,就会毁坏当地的渡家沿山,而山上有许多的珍稀植被。 当地人对于自然的那一份善意,却无意间得到了自然的馈赠。 公路修成后,越来越多人发现了这条好似悬浮在水上的公路,夹岸风景秀丽, 以最美水上公路而得名。 这里的游客也越来越多,当地人的生活也越来越好。 这条水上公路也成了很多人从宜昌方向前往神农架邻区,绝不会错过的一道靓丽风景。 小鸭和浪哥今天会前往神农架,昨晚因为到新山县已经是夜里了,于是便找了家能接受宠物的民宿住了一晚。 今天一早,开车去寻找这条最美水上公路。 新山县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王昭君的故里,到处都可以看到昭君的元素。 前面那个新修的高铁站,就是今年六月全线通车的镇宇铁路新山站。 坐高铁来神农架玩的话,建议你在新山站下车,比神农架站更方便。 从高铁站走200米就可以到客运站了。 这两个站是连在一起的,非常的方便。 从客运站这里你就可以坐车去神农架了。 出县城开了12公里左右,它就出现了。 哇,我们的路旁就是水上公路了。 我们现在到山上的一个观景台,来从高处俯瞰这个水上公路。 OK,我们到了观景台了。 走,我们看水上公路去。 来,踏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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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 哦,可以,好棒啊。 走。 哇,看。 它真的感觉像悬空架在那个水上一样。 嗯,跟雕小楼一样的,我觉得。 对,完全是这个水的颜色,它是那种碧绿色的,会比较好看。 嗯。 诶,在这吃饭,然后有这样的景观,还是挺心旷神医的啊。 嗯,对啊。 看着下面车来车往,自己在这里悠闲着吃着饭,看着风景。 嗯。 哈哈,是不是那种反差感让你觉得自己很舒服。 哦,你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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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不打扰,你不打扰。 看,只剩下一个河了,一个椅就吃完了。 我们刚刚进入了神农架的检查站,这边目前对外省的游客是三天两检的要求。 看到这高耸的山峰了吗?我们现在在峡谷之间穿行。 这边这种山的这种从乱跌仗的感觉,你就有一种走在318国道的感觉。 对,夏天的318的某一段。 哦,我们到沐浴镇了,这是来神农架玩的游客,一个住宿和吃饭的一个集散中心。 从路上的车流量来看的话,好像目前虽然说是旺季,但是游客并不是很多。 嗯,都挖着有房的信息。 但是,鞋船上面的价格都不便宜的,神农架这边,看到很多五百七百的。 新城酒店,我的天,六七百块钱一间。 我们现在去镇上找吃的,一下一下在这个镇上找了一家有套餐的。 对,老板娘好好啊,给兜兜打了一碗山泉水。 我们就在美团上随便找了一家120块的套餐,看到没有,三个大菜。 那这个是这边最有名的鲜笋炒阿肉。 这边这个是闻水鱼啊,闻水鱼。 它是有一盘这么长的鱼,然后还有青菜下的啊。 小蘑菇炒鸡蛋,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。 尝一尝。 这笋子比较好吃。 那麻肉的味道炒的笋子里面去啊,很不错,真很不错。 到这边基本上点一个这个笋子是必吃的,然后还有这边的鱼就可以了。 嗯,谢谢。 哇,你小鸭,你是买什么东西过回来了? 无糖汽水。 为什么要喝无糖? 因为汤。 嘿嘿嘿。 这是我们出来最喜欢喝的饮料,那就是无糖。 就当自己骗自己的。 这么热的天气真的要喝七十多了。 你觉得这些价格在这个牛鸡居里怎么样? 我觉得这些超级实惠。 嗯,性价比挺高的。 人鸡就是吃好嘛,还不仅仅是吃饱了。 好,现在是单边放行,我们只能在这等着了。 它睡着了。 到了,到了,它说出四季以外其他人都得下车。 天生桥,主要就是这个天生川洞。 山泉穿洞而下,剩下的就是走栈道看树林了。 穿过这个洞好大的一股风啊,好舒服。 你在干嘛? 这个时候都是两个。 很舒服是吧? 很舒服。 神龙潭,炎帝神龙雕像供奉于此。 有千年山王相伴。 有一千两百岁了,你看这么高大,有差不多三四十个我这么大了。 有好多人在这专属。 这一圈愿望成真。 有很多人在这一圈愿望成真。 ft付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